大家又留意到我索命咒跌滿了加油隨行現影術 2個加6個加8個直接閃過一下索命咒收頭 大家說是不是很有型 YOYO 新朋友 舊朋友 大家好 我是奧斯卡 去到現在這個傳奇段位 我想大概有九成我發現都是三書 雕像 龍蛋等等流派 你們都是靠召喚獸 你們有沒有好好地對對過你們之魔杖 我老海中的巫師對決其實是這樣的 這裡竟然是沒有 所以今天我就來介紹一套衰氣直爆錶營到爆的卡組 當然啦 這套我也是曾經被突然打爆過 就是這副 妙麗的索命咒 說真的 這副玩起來上手難度我已經覺得是超級難玩 我練習的時候我由本服四十多名直接跌到一百名外 後來練熟一點的時候就爬上八十多名 又是一套用分數實驗出來的牌組 我覺得應該值得大家給個讚 值得大家喜歡的話就給個訂閱吧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支持一下 接下來了就立即開始了 卡組組成就是這樣 就給大家看一下 再說一次 這套牌玩起來真的很帥 妙麗的迴響效果 也要講解一次 迴響效果就是每用三張金色迴響 手牌中最高費的那張咒語卡 現在就魔力減半量 最多減四 為了配合這個天賦 我們通常會搭一些低費的咒語卡 然後配合一些核心法術 你會看到什麼妙麗煙花 妙麗雙雷鳥 我們這個就是用來玩這個妙麗索命咒流派 卡組 這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直接一張核心卡沒有別的 就是這張索命咒 整副卡 我們都是為了它 前期就是補命 後期就是索命 配合這個符咒倒轉 可以快點碟到我們這個索命咒的層數 索命咒的效果就是 索命咒打死人的話 每殺死一個敵人傷害就會加20% 殺死四個敵人之後 第五下就會直接打死被擊中敵人 這個是包括玩家 所以玩家滿血中了會馬上死 另外我們會放一些低費的補命卡和清怪卡 例如清怪卡我們會放轟轟破 以及衝衝弓 用來尊殺人馬 以及衝過來小怪 保命卡我們會放冒冒忍 是拿來擋閃電和雷鳥 還有拖延時間 空場卡或清小怪我們會放充氣咒 以及控住拿來被索命咒收頭 另外回費卡我們會入玻璃獸 其他卡我們會入一張隨行現影術 這張我特別放的 一來是用來擋煙花 二來是用來很有型的 閃過去開索命咒的有多型 我無法告訴大家 應用不到 待會看看就知道了 另外關於角色卡 我會放卡山多拉拿來清怪 海格多幾張移動卡和順片用來清怪 哈利波特我們會用來擋怪用 波特和海格的次序都可以換 隨大家喜歡都可以 整套卡的核心思路 我們都是圍繞著這張索命咒 但其實有兩個情況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當對手知道你用索命咒的時候 其實會說我會連玻璃獸也不放 這個時候他就會開始和你一起計算 但你又不用擔心 你的索命咒的輸出是爆炸的 他不放怪只要你每一發都中 其實就算煙花都搶不贏你的輸出 第二個情況就是他很多怪 對方開怪打你 你就多怪用光斤炮和充氣咒清 盡量不要讓自己的血跌那麼多 什麼人馬三酸貓 其實你都可以直接用索命咒打爆 但黑貓這裡留意一下 如果你索命咒黑貓 他會直接打死他連分身也分不到 盡量每一發的索命咒都要打死怪 這套牌沒有什麼其他技巧 就是要你每一發都打死怪 如果你兇了一下你沒有殺到怪的話 你勝率是直接降了30% 應該差不多這樣 但如果你順利不卡的話 你基本上過兩轉牌 索命咒就會掉滿了 然後你就用充氣咒收頭 當然這個情況是每次都很難這麼順利 所以很多時候你都需要在大量的怪 對中間找機會用索命咒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用隨行現影術 閃過去轟一下 如果收得到的話 對方應該十有八九 應該都會呆了 如果你是打比賽 觀眾都會給你歡呼聲 真的很帥 好了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 不如我就立即看看實戰的影片 來到實戰的環節 我們第一場對的是貝拉三書雷鳥和水爐 這些法術加三書的陣型 大概都是五千多分段 其實看到他整套卡都是想充念打我 但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就要靠我們的技術 以及我們的法術牌 盡可能做少少少清好怪 我們一開始 其實什麼都不用想 我們最快最快的速度 就要不停地疊這個索命咒 卡山多拉其實是我們前期最好的幫手 如果沒有卡山多拉的話 其實我們可能分分鐘年第一波 清怪也有困難 所以盡力看看可不可以補卡山多拉 剛剛有少少細節 卡山多拉雖然被水球了幾下 但我光光破就炸開了一點點 令到水球歪了一點點 這個也是除了用沖氣咒解水球之外 其中一個手段 這裡有少許失誤 以為自己的武武人是一個沖氣咒 就算沖氣咒也不應該扔過去 這裡真的要教訓大家 索命咒的傷害 自己每個人的傷害都不一樣 所以一定要計算清楚 剛剛卡山多拉有五百多血 我疊了一層的索命咒 其實最高只能打到四百九十一 直接浪費了一次索命咒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已經是很危險 浪費了一次 這個時候用海格 可以拿車撞一下三輸 當算是解了三輸的場 剛剛提到 黑貓這個對於我們有索命咒來說 是最好用來疊東西的良藥 因為索命咒打黑貓 是會直接殺死他 他連分身都不能分 武武人拿來擋雷鳥 以及閃電 最好的幫手 現在索命咒還有兩下才跌滿 因為剛剛錯過了卡山多拉 沒有辦法 唯有是這樣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早一點點跌滿他 這裡為何我一直不拿索命咒殺他的玻璃獸 因為我知道他應該會有三輸衝過來 所以我們就留下索命咒 以及用妙禮減一下他的角色 說完後他就放三輸 這個時候我們用索命咒加符咒倒轉 直接放了兩下索命咒清掉他的三輸 同時我們的索命咒已經跌滿了 這個時候我們有武武人 所以雷鳥也沒有用 大家有留意到索命咒跌滿了 大家是不是很有趣 來得到第二場 我們比較高段位一點 本復前幾名的朋友 他的一套卡組是護盾養龍留 對於我們其實有點麻煩 因為護盾可以當作索命咒 但同時護盾亦可以給我們疊索命咒 可以說是有利有弊 剛剛電龍蛋又失敗了 大家真的要好好計算一下自己索命咒可以打到多少傷害 然後才開 其實對我們來說 他的陣容都非常難打 因為他很多不同的召喚物擋在前面 很麻煩 我們之後真的很難可以收到頭 不過總會有辦法 給你們看就肯定收到頭 我們現在索命咒跌到第二層 開迷霧 其實大家來說都沒什麼壓力 打龍蛋有一個要點 就是他出生的時候 躲在霧裡面的話 他不會有噴火噴到你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小技巧 如果打龍蛋的話 索命咒第二下又失敗了 我打算碰他的炮台 但是碰了他人 水球術 拿衝氣咒來擋 是一個聯合環節 大家要留意一下 現在找機會 掉滿索命咒 大家做的事都差不多 我們又要等他龍蛋 補好血準備出生的時候 我們就開墓 擋他一下龍蛋 索命咒來到第三層 第四層 這個時候連我們的卡山多拉都爆開了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之劣勢的 我們現在雖然第四層 所以我們就要盡地一搏 拿轟轟破炸他出來再電 不想被護盾擋了 不要緊我們再第二下 其實就是類似這樣玩 如果拿到轟轟破炸開人 人家未必會反應到 其實對方可能以為自己已經贏了 所以就連控都懶得控 被我們偷了他的頭 索命咒的迷人之處就在這裡 玩法就是這樣 一個字贏 老實說我輸了這麼多場 練好之後大概勝率也有六成 我覺得應該是我技術不夠 如果我技術再好一點的話 應該可以再高一點勝率 好啦 這套妙禮真的有認到我 希望這套牌我殺出一條血路 好啦 今集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就給個like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channel 就給個subscribe 如果想和我們一起打遊戲的話 就加入我們discord群 我是奧斯坦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